這套我自己很喜歡 這套穿起來就是很有那種就是 青春的感覺 青春少女感 在上面看起來也不會有肚子差 我覺得她這件就還蠻適合孕媽咪 或者是背心洋裝 背心洋裝是 真的 我就... 哪一件? 素色白搭上自己小男友褲 好 我自己就很喜歡穿這種背心洋裝 因為我覺得穿起來就是很好搭 然後... 這是我的愛啊 你們看過我穿過多少的背心洋裝 真的 背心洋裝真的很好 像咖啡師嗎 像穿圍圈一樣 還有兩個色 一個是深灰色 對 還有一個是深灰色 我覺得這件就是 如果你帶小孩出去 然後要追小孩的話也很方便 我覺得她對 如果你是喜歡日系風格很寬鬆 或者真的是月媽咪 其實是ok 然後她有兩個色 一個是深灰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小白身上的卡其色 對 然後她這件洋裝 她是在這個地方她有做兩顆扣子 所以可以依照身高調整 那如果你身型真的比較嬌小 或是比較高一點 你其實都可以再改這個扣子的位置 會更符合你的身型 然後她這件洋裝 她有一個特點 就是她在這個腰部的地方兩側 她有做扣子 然後她有附一個綁帶 然後這個綁帶是可以拆掉的 你可以像小白身型比較嬌小 她就可以用 那像我自己比較喜歡寬鬆風格的話 她是可以拆掉的 你可以把那個繩子拆掉 因為她是用扣子扣上去的而已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綁帶的話 你就直接把那個袋子拆掉 那我們就先留著 你的等一下綁帶不見 對 先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沒綁就會像這樣 對 就會像這樣直筒的 直筒的版型 然後真的是可以穿到身 這真的可以 可以穿到身 這絕對可以 而且是 她是有挺度的水洗端黏黏 所以就挺度蠻好的 那現在夏天的話 夏天嗎 台灣是夏天 夏天 就可以穿短T衣 然後或者是 裡面是薄的針織T 或毛衣 或者是襯衫 我覺得也可以 可以 請問師傅蜜桃絨霧感襯衫洋妝 穿過了嗎 穿過了 那等我們回看喔 穿過了喔 或者是等一下 明天會剪片 可以再看片段 大概 好可愛喔 這樣也可以 如果裡面搭一個 那種薄襯衫的話 對 有領子或沒有領子的都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 因為它的洋妝其實 空間蠻大的 所以你上衣就算搭一些 比較寬鬆的上衣 它其實也可以 都可以 可以這樣 洋妝選擇障 欸 Ashley說洋妝選擇障 蛤妳喜歡什麼色 Ashley 妳喜歡哪一 妳喜歡當那個嗎 蜜桃了還是喜歡這個 我自己會買 很可愛 灰森灰 因為我有一件這個幾皮 那叫什麼 那個 燈心絨 我有一件這種燈心絨 日安啊 Ashley有follow我們一定知道 就是這個之前日安 然後我有 我有藍色又卡清色 又卡清色 所以我應該會買灰色 然後這口袋 口袋的話 它有一個抽選 它有一個抽選 所以你 這可以放筆 對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iPhone的話可能不行 會被卡住 可以放下面的口袋 對它兩邊有口袋 就可以 然後背後長這樣 這可以跟小孩穿親子裝 可以嗎 可以 因為是小朋友製作 我穿吊帶系列 我自己覺得還蠻可愛的 欸真的耶 但是是不是上廁所拿 如果是兒子的話 吊帶褲比較麻煩 夏天穿得住嗎 這件它的材質比較算 不是夏天那種很薄的材質 不過我覺得如果穿背心的話OK 因為它其實是裙子的話 我覺得下面你還是會覺得有通風的感覺 而且它背後有做一個開場 所以我覺得不會到太過於悶熱 如果是現在這個天氣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 我覺得OK 但是裡面就是要短袖 長袖的話會太熱 短袖或背心吧 如果短袖背心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買過日安的話 日安因為日安背心洋裝 因為它是燈心容 所以它季節感比較重 那這一款它是水溪丹裡面 它比較沒有分季節 就是四季都可以穿 好 好了 他默默的一直在你背後 就一直被你們兩個嚇到 我們在你先地方出沒 來了